來寫一個Judan碼表 你說要把底下這個Judan碼 最後Print出來就要長這樣 那它規則很簡單 反正前面那個數字 前面這個一定是1到9 然後後面這個數字也是1到9 只是說一個是縱向跑 一個是橫向跑 那你可以想像成 前面那個數字等於是列號 每一列一直往下 那後面那個數字其實就是一個藍號 哪一藍ABC 只是說ABC變成123 OK 那理論上應該也不會很困難 只是說要把這個程式寫出來 應該就有點困難 可是以往如果你沒有輔助的話 哇 寫出來真的是一件 蠻困難的事情 所以以前我怎麼 我會先交一個回圈 然後再交第二個回圈 兩個都在一起 參考答案這邊就有了 其實也可以把它寫成像這樣 這個就是最後的答案 Ctrl C 這個是我之前自己寫的 如果你想要先看答案的話 你可以先讓它跑跑看 不過理論上我是希望說 看能不能藉由那個Charlie B 幫我寫出一樣的程式 其實程式寫出來就四行 四行裡面的話 上面兩個就是一個4I 一個4J OK 把它放在Ctrl加 一個4I 等於1到1到10 實際上應該可以理解 它產生一個清單 1到10停下來 就不會產生到9而已 OK 那第二個清單 那這個的話指的 I指的是前面那個數字 J的話指的是後面那個數字 那為什麼最後這邊會有一個Print 後面沒東西 這就換行 為什麼換行 因為我們不是第一列跑完對不對 1到9了嗎 對不對 然後不是要換行換到第二列 如果你沒有這個Print的話 它就全部接在一起 差別在這裡 這個的話其實就是 透過那個什麼 Format 這個寫法是它沒有精簡的寫法 所以如果精簡的寫法 這個Format可以把它 把它放在前面加一個小F 然後把變數放進去就好 有沒有 這個特別重要 這個是它原來的寫法 有沒有 原來是寫成這樣 點Format 然後後面刮符就三個變數 那這個寫法有點麻煩 不過你們可以參考 如果你要寫成之前的寫法 就是把Format改成前面加一個F 然後後面刮符不是有三個 那就分別把它放在前面就好 然後那個Format就可以拿掉 應該知道我的意思 所以以後你看到別的寫法 你也不要以為是新的 就這樣 OK 有沒有 結果也不要 結果一樣 那還有就是說 那後面有個反斜線T 反斜線T 就是TAB鍵 反斜線T 這個叫拖曳資源 反斜線T用來代表 我按下一個TAB鍵的意思 還有換行就反斜線N 這個蠻常用到的 那後面的話就是加上什麼 如果呢 Print本身會自帶一個換行 所以如果你假設喔 就會一直往下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不要讓它Enter 往下的話 那你可以跟它講一個參數 叫END END 就是它尾巴的那一個 一定是換行 換行的話呢 把它去掉 去掉的話 因為它是一個字元 所以一個字元清除的話 雙以後就表示清除 意思說不要Enter 所以你看到 假設Print後面加一個參數 叫END等於清除的話 那就表示把換行拿掉的意思 OK 所以陳氏這樣就寫完了 這其實蠻簡單的 那我把它拉過來 因為它可能會折行 接下來的話 最後就把它Print一下 有沒有看到 其實陳氏真的不會很多啦 但是說真的 你要能夠自己 親力親為把它寫出來 還真的不太容易 那我一樣 這個是我自己寫出來 不過後來我發現 我把這個敘述 丟給那個Chartney請他寫寫看 其實我印象中好像也是 蠻OK的 所以其實就是什麼 那請幫我撰寫一個Python城 內容為用4圍圈 不過你會想說 身上快圍圈可不可以 絕對可以 只是比較麻煩 或者要快圍圈 他一定要累加嘛 所以就一定不會這麼漂亮 那我就把這邊再開一個新的對話 OK 新交談 然後給他一個敘述 請幫我寫 邊寫一個Python城 或者寫一個邊寫就好 OK 內容為 或者連內容都不用 直接就是用4圈 或者我是覺得 輸出九點號表就可以 你們試試看 如果菁姐 我都試試看 什麼都不要講 幫我寫一個九點號表就好 哈哈 他真的就OK啦 但有時候你講可以嗎 可以啊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當然只是說 因為你如果講的太簡單 他就是會寫錯 那裡面你要再提醒他 我就把他講清楚一點好 好 當然可以有沒有 然後他就寫出來了 有沒有他還註解 外層迴圈是I 內層迴圈是J 然後分別把結果輸出 有沒有 他寫的幾乎差不多一樣 有沒有 差別好像只有這個地方 他end 我end本來是空的 他其實就是把這個放在 我是放這個後面 他是放在這裡 其實道理是一樣的 意思是說把原來的放行 置換成tap 鍵 結果一樣 OK 所以只是一模一樣 真的 那個怎麼會講 英雄所見略童嗎 我坦白講 我從來沒有看 我不知道他寫什麼 我是寫完之後 然後才會 因為我之前教的時候 還沒有trap utility OK 所以最後的話 所以應該是理論上我比較早 他為什麼寫出來 跟我幾乎一模一樣 OK 還是說每個人想都差不多 OK 好 所以執行一下 不過他好像有一點不太一樣 他好像這個是用那個什麼 用信號 然後我們用的是XM 乘號 而且他這個中間有很多空白 所以如果要長得跟我們一樣很簡單 就是把這個程式裡面的乘號 把這邊的乘號 把它改成X 然後中間的話 把它的空白拿掉 空太多 感覺會折到很右邊去 然後等於的話 這個空白不要 空白一大堆 這就會變成一堆空白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 這樣子應該 這個是相乘的結果 OK 這樣結果實行看看 可以 一模一樣 有沒有 那這個九乘號標 其實主要就是讓各位練習 將來如果你從網路上 抓一些表格資料的時候 通常有沒有 一個儲存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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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需要兩個回圈 然後呢 通常會用I來指的是哪一列 用J來指的是哪一欄 有沒有 一個表格 我們會先抓第一列資料 然後再抓第一列的第一個 第二列第二個 九個 抓完之後 再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通常就是 我們這邊print是靠它 所以這個print的話 它的作用 實際上 就是 加一個換行在這裡 有沒有 換行在這裡 所以你說老师 那如果不加這個會怎麼樣 你可以試試看 不加的話 它應該全部連在一起 有沒有 這個如果把它加一個井 井字號 OK 注解掉哦 你可以執行看看 有沒有看到 它其實也會跑 它只是說它把二有沒有 加在後面的 那如果你把它拉寬一點 其實它就是一直往右 因為它這個控制台 它會自動折行 有沒有 它會一直折行 所以 假設你加了跟沒加有沒有 主要是控制 每一列的折行部分 OK 所以這邊的話 其實加上去的話 就會折行 這個的話 請各位就自行練習 看看 還蠻簡單的 OK 因為主要這個 將來會對應一個表格資料 所以 這個後面的話呢 我們會再練習 而且會用到蠻多 兩層式的回圈 尤其是Excel 因為Excel 你也知道Excel一定是一個表格 所以通常會兩層回圈 然後把資料抓 尤其是爬蟲有沒有 爬蟲也是常常會 爬網頁上的表格資料 爬下來要對應到Excel的哪一 列的哪一個儲存格 那就可以 得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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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 那你可以在Excel裡面看到的 就會是網頁上的那個表格資料 所以這個一題 這個我想蠻重要 請各位練習看看 99.8表